那接下來往下看 我們要來安裝叫XORG的套件 一樣喔 打斜線XORG 你看看喔 我現在 等一下 我現在打Ap2的喔 我現在打斜線XORG 那他現在不是找到我要的那個東西 所以按小寫的NNN 一直找到XORG為止 好 找到了 來 你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現在XORG的狀態是什麼 是不是P P是什麼意思 忘記了 比較快的 偷看一下 P 你上一次上課沒有起來 沒關係 今天趕快再偷看一下 P在這裡 P是不是未安裝套件 對不對 那麼我們現在把XORG這個套件 找到 找到 然後按Shift加 這個時候會看到說他要下載這麼多啦 解開之後會這麼多啦 對不對 然後按G 看清楚啊 按G之後你會發現 哇 很神奇喔 我選這個套件他只要53.2KB 結果他後面拉了一大堆是不是PIA的 是不是有A A是什麼意思 趕快偷看一下 A是不是說 因相依性而自動安裝的套件 我上次是不是有講相依性了 相依性是不是說A需要B才能跑嗎 你玩電動玩具是不是需要DRAG 跟那個什麼3D加速卡的驅動程式才可以跑 所以這個就是A喔 我們現在按第一次G 看到這樣子 我就按第二次G喔 我就給他GG一次喔 GG 然後他就開始跑 他開始去下載 然後安裝 等他安裝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下一步要怎麼做 這個流程要做很久 這個流程要做很久 這個是一個大家伙 你看一直裝喔 現在請你做這個步驟 做到等一下一樣 Press Return to Continue這裡 我們再繼續往下講 接下來請你做一件事情 你去安裝這個 ICWM套件 這個是提前裝啦 ICWM的套件是 等我一下 這裡 321頁這裡折一下喔 打IP-GET INSTALL ICWM 或用APITUDE的裝 那我做給你看喔 我現在打IP-GET INSTALL ICWM 把它裝起來 這個也是不少東西啦 今天要給各位進X-Window 等一下 我們讓他跑啊 這一下子 X-Window之後 就是說拿今天教的來 做一下練習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中央X-ORG 接下來手動安裝 這個部分我們就先跳過 因為這個部分現在 Skype現在改網頁齁 沒辦法這樣子操作 我們之後再來講這怎麼去處理 然後後面這裡 在64位元 David Linus底下 支援32位元軟體喔 這個的話 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還在跑 沒關係 現在請你打這個指令喔 DP-KG-Print Architecture 我們看一下 現在你打DP-KG-Print -A-R-C-H-I-T-C-T-Y-E Enter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AMD64 有看到嗎 那你如果再打Print-Florian Architecture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I-386 有看到嗎 可是 如果你沒有做這一個指令 你現在是沒有東西的 像我書上面寫的是沒有東西喔 你要打這個指令 DP-KG-Print-A-R-C-H-I-386 然後再打APP-GET-UPDATE 我再打APP-GET-UPDATE 那你說這個可以幹嘛 這個我跟你講 它可以裝386的軟體 386的軟體裡面有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喔 你看這裡有一個套件的名稱 叫PC-S-X-2-I-386 有沒有看到這裡叫I-386軟體 來 告訴我這個軟體的功能是什麼 我是不是說有一行說明區 有沒有看到這裡寫什麼 PlayStation二代的模擬器 那PC-X-2就可以玩 那個PlayStation二代的遊戲了 你這個做完之後 你就會有I-386 可以用 這樣了解嗎 第四種裝模式就沒有了 這個就不管它 這個是之後的事情 小潔沒了 這門課上完了 看一下剛剛講的東西 剛剛是不是叫你裝IC-WM裝完了 對不對 你今天把IC-WM裝完之後 打這個指令 START-X 看一下喔 START-X在 START-X在這裡啟動X-Window 請你打START-X 看來喔 我現在打START-X-Enter 有沒有看到圖形介面 到這裡為止 恭喜你 你終於有圖形介面了 知道嗎 那就好了 這樣子選這個LOGOUT退出 你就可以打SHUT DOWN 減電群就可以關機了 剩下的是 下一次的是 CART-X CART-X 謝謝 謝謝